气候变迁会议探讨全球暖化问题 难民会议关心国际难民援助 2018年联合国几个重要的议题 此季都没有缺席 而在2019年 此季预计会参加14场联合国 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会议 在全球关注如何延缓地球暖化问题的同时 此季将以台湾环保志工为例 号召世人重视环保 台湾将近8万6千多个环保志工 他们平日的默默付出 跟他们所做的成果 作为一个业余专家的成果分享 所以这种深度宽度广度的论述 以及真正的实质性的报告 用数据来说法 就地球最好的方法是从自己开始 此季志工多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推广素时 默默耕耘多年后 他们惊喜地发现 根据美国联邦指挥中心最近做出来的报告 素食人口明显增加 他们在储备这种紧急食物的干粮的准备方向 从早期只要准备25个percent素食的人 现在增加到40个percent 换言之25到40成长的15个percent 越来越多的人响应这种吃素的运动 积极地参与国际会议争取发言空间 此季在全球有形无形的付出 越来越受重视 志工团队继续努力创造非政府组织 能够融入联合国组织的空间 大爱新闻 我彭其温国家欢迎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